九十一 太陽報 貴州幫綁匪上出入地下賭場 2015年5月9日港民A08 本部信巴士尼 寶斯龍 以故創辦人羅定邦孫女羅君而被綁架案 越港警方仍全力搜捕再逃綁匪 本港警方昨日繼續派出重點及搜查組人員 到西貢白石窩新村隊上山坡搜索 維紮毛重大發現 行動尚在進行中 本部記者在貴州追訪 疑犯 的身世 發現早前在內地被捕的貴州幫 疑犯 張澳江 與部分同鄉 疑犯 一樣 年紀輕輕以南下打工 而且常結伴出入地下賭場 作神久時許 警方派出四十六名重點及搜查組人員 逐到白石窩新村隊上的馬安山郊野公園 山坡搜索 為並無重要發現 搜索行動約五小時後結束 警員今日會在上山搜索 直至將整個山頭搜索完畢 至於在內地被捕的其中一名三十二歲 疑犯 張澳江 來自貴州公安原高水鄉岩底村 本部記者尋訪張的家鄉 當地公安證實已收到廣東省公安廳的通知和協查要求 確定張的資料和身份 並指張早前在深圳被捕 張的老家為處深山 早屋非常簡陋和殘舊 張澳江與無廣東謀生張澳江的三宿稱 阿江中學未畢業,有一兄兩妹,將父十多年前已去世 因其兄早已出城打工 加上兩妹已嫁人,將無歲大同阿江到廣東謀生 三宿俗稱,張小時候狠乖狠聽話 他出外打工後大約一年回鄉一次 而最後一次回鄉是今個農曆新年 三宿表示,知道阿江離鄉後而受朋友影響 便得沉迷賭博 但不止欠債累累,亦無人想滿追債 當地知情人士透露 張澳江與其他三名被捕和鄉感情要好 常極半出入地下賭場 你明白 好 感谢观看